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今天有哪些娛樂新聞呢 首先是日本天候布姐 兵棋部來台三天兩夜 她選定林口片場要拍攝新歌MV 今天下午抵達松山機場的兵棋部 吸引了200多位歌迷到場接機 加油 加油 請問一下 加油 加油 此中的粉絲來接機 也不斷地高喊兵棋部這樣的名字 吸引她停下腳步幫歌迷簽名 連續簽了好幾位粉絲 不過因為日方人員後來擋到了媒體鏡頭 也讓大家為了要搶拍兵棋部蜂擁而上 造成現場推擠一陣混亂 這一回兵棋部來台只停留49個小時 沒有其他的公開行程 預計在20號下午達4點50分的飛機離台 藝人郭彩杰跟楊宥寧 曾經是演藝圈備受注目的情侶黨 但是兩個人到現在為止已經分手了10個月 郭彩杰之前曾經透露了 有因為太寂寞的關係在家大哭 而她新年的願望竟然是希望家裡頭冰箱有很多菜 因為這樣代表很熱鬧身旁有人陪她 不過那是一個好玩的小禮物 支持了希望這個抱枕 對男朋友抱枕又搂又抱郭彩杰今年轉戰戲劇圈 這一次睽違三年發新專輯 不過事業得意感情有些空虛的她 新年願望竟然是希望家裡的冰箱能有滿滿的菜 冰箱很多菜就是當然希望家裡可以不只我一個人 然後也希望可以 我覺得是一種熱鬧的感覺在家裡 對 我一直都很期待 郭彩杰這兩年都忙著拍電影 一年最多可以拍七部 還是大陸最會貢獻票房的台灣女星 不過生活忙碌的她 一放鬆就會感覺寂寞 趕出一來還會爆哭發泄情緒 讓家人鄰居都很擔心 其實現在就還我覺得就是慢慢走 也還沒有任何一些新的 能夠跟大家分享的 沒有太多的一個設限 但是就身體自然這樣 你現在身體還好嗎 我還好 對我知道她今天身體不是很舒服 她現在都要去看醫生了 發新片拍微電影找來張孝全幫忙 也是忍不住關心她的健康 忙於工作的郭彩杰 身材更顯瘦弱 記者會一結束還要忙著去醫院 太坦誠這一年太著重工作 明年會好好調整腳步 U點TV 余佳妮 森居小組綜合報導